先证告一下 我们的小新议员并没有在我们大新闻大爆挂的聊天室 现在还没出现 但等一下要出现 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假的小新议员 至少至少 万幸的是他使用的头像很漂亮 但是在里头是假讯息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封锁可以去封锁 那当然正版的小新议员 如果你想要来里面辟谣一下 或跟他对战的话 都欢迎 来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保新委员你想要针对蔡英文总统 也提出了这正告的最后一段话吗 是我想这个台湾历史一直在转动 但是一直在重复发生 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 所以会变成输给民进党 最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不停的 对中国表示栖息 那么所以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 同样的道理一个政党 我们知道政党演化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奉献期 那奉献期就是国民党早期的七十二类事 那么这个结束了以后就开始就是 这个政党开始加入政党好处 就是可以参选公职 可以得到荣耀 那么这个就叫成就期 当成就期结束以后就是利益期 就是他是为了政党的利益 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 现在就是靠危险体制 密室协商 指定接班人 这种暗黑的政治交易 对人民是非常不利的 更严重的是所有的人 要到桃兰来掀击才欠户口 那么到桃兰火车站都常常会迷路 所以到中立火车站一样会迷路 到扬美火车站也是会迷路 所以我在讲说 这些人对桃兰不熟悉 也没有真正深耕地方 那更重要的是 你没有在疼爱这块土地 就是你没有青年勤政爱乡土 你就不会疼爱土地嘛 爱乡土就是爱这块土地 爱这个人民 爱这个子孙 爱这个未来 更重要的是爱台湾 如果这些通通没有 就丧失了政党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说开除我 那就表示民进党跟整个主流社会的价值 背道而耻 背道而耻而且越拉越远 那背道而耻越拉越远 我开了这一枪啊 我相信只是替很多人在讲话 我也讲出很多人的心声 他们知道说我在替桃兰啊 替台湾留下了民主的香火 我们知道桃兰它有很长久的历史 它最重要的就是民主胜地 那么民主胜地就是因为喜信良 那时候也是背弃国民党 一样是被批为共产党 或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那么也说他是整个为了全力啊 来啊对抗国民党 说国民党是野心 也说喜信良是野心分子 但是那一战啊造就了整个中立事件 也造就了让陶海人的 在民主的道路上发光 让台湾整个发亮 所以那时候开始啊 大家都知道说掀起不能够做 因为客家人为什么敢去抵抗 客家人就是你要跟我摸头 我不会接受 但是即使你要砍头 我都可以接受 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摸我头不成 现在叫砍我头嘛 对不对 所以砍我头里面啊 我们知道客家人的应景精神 我是洋美的客家人 那么我们就客家人就是很清楚 告诉自己啊 不可以被摸头 但是可以被砍头 这就是应景精神 严教授 我想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就碰到1996年的总统大选 那个时候我最记得民进党 是四位 就是包括这个 谢长廷也好 或者是这个 还有谁 四位嘛 博明敏嘛 他们还有许姓 他们都在选 尤卿四位在选 初选全台湾选 就那一次我觉得是 我们台湾民主最高峰 以后就开始 全部都 我们从头到尾 两党到现在为止 如果你从1996年 我们说民主化到现在 没有一个标准的初选程序 一下子说民调占百分之几 一下又说党员票占百分之几 一下又这个由党主席来征召决定 我们为什么不能制定一个 标准的制度 那大家都心服口服 就是说我自己推荐的是说 我们国民党民进党 什么党都可以全国办一个初选 那你只要在你的党里头 你是第一名 你就代表那个党 美国初选就是由国家初选来办 但是因为我们党员 这个投票没有那么积极 所以美国可以分共和民主党 我们干脆一起选 但是每一个在你党里头 你是第一名的 你就赢了 如果你在初选当中 一个人就超过50% 那你就当选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制度 为什么每天一直在等 我们这也是人为在决定 每一次都变 选对会都说这一次 又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来 征召也好或者民调也好 或者什么党员投票占百分之几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对 你应该就是有一套制度 始终维持住 不要因人设事 没错 当然凯翔哥 我们其实比较想问的是 那林喜耀是不是也过度乐观了 那他这一番言论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蛮猝鼻的 他就说这一次民进党 相对比较乐观的地方 像是台北市 苗栗县 新竹市 澎湖县 这些呈现撒喀都的态势 其实民进党 在这个地方都很有机会赢 那没有桃源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因为呢 他想觉得郑保新委员 真的是追太近 咬太紧了 还是他那不叫撒卡都 他说他叫撕卡都 所以不排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桃源应该 郑英棚是没什么希望的吧 大概是彻底的 我觉得郑保新委员的得票 打败郑英棚的几率 其实是存在的 其实存在的 当然最后能不能胜选 恐怕还是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 但是我不觉得郑英棚还有戏 那林喜耀可能不知道是漏掉 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潜意识当中 已经把桃源 希望桃源从他的记忆当中 被抹去 不想再想起这个痛苦的 这个部分了吧 新竹市 新竹市 基本上 基本上民进党也是没戏 大概现在看起来 高航安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现在做了 非常多次的民调 都显示说 高航安是以些微的 领先的 这个国民党 跟民进党的候选人 那我们知道说 你桃源 对不起 新竹其实是 台湾最年轻的县市之一 那很多人其实 他也在台北上班或什么的 那这些选票 如果他现在呈现的是这个结构 现在调查到的 新竹在地的民众 是这个结构的话 那等到这个选举当天 可能比较 比较年轻的朋友们 从外地回去投票的时候 那很可能 高航安的优势 会因此而被放大 所以看起来 看起来新竹市大概 大概 民进党也是没什么戏 那苗栗县 徐定征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是 国民党脱党 可能稍后也会被开除的 这中东警议长 他的支持率是领先的 然后呢这个是明显的领先 国民党自己推的 这位谢信的候选人 我连名字都忘记 谢福宏是不是 谢福宏 然后呢 民进党推的这个徐定征 那其实过去也是国民党的 那看起来似乎也相较于 这个中议长 也没有什么优势 看起来要赢也是蛮困难的 那台北市现在看起来 就是这样子啊 你们前面不是讨论过了吗 陈时中的问题就在于说 他有一个非常僵固的天花板 然后他支持率上不去 那个玻璃天花板 就是他实在太讨人厌了 而且不只他讨人厌 他整个团队都讨人厌 所以呢他的支持度 就很难冲上去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 你当然要从数学上面来讲说 当然都不会是零啦 从数学上讲 没有所谓有机会 就是他的几率不是零 就叫做有机会 可是从政治的实然面的话 我看起来这几个县是 可能澎湖县吧 因为澎湖县 国民党自己有一些人和的问题 那确实民进党是存在机会的 那其他比较大的 台北市新竹市 还有苗栗县 大概看起来 几率都不高 对 但我们还有另外一张梗图 想让大家看一下 也让我们的小新议员看一下 就是今天郑韵鹏啊 刚刚其实亮哥 有传给我一份图 那这个图我觉得非常的醋鼻 郑韵鹏是这样说的 张善政 高官当久了 容易不耐烦 好我们再看一次 高官当久了 容易不耐烦 那相关的梗图就说 那你到底在叫什么 你是不是在偷臭我呢 那郑韵鹏现在已经 有一点快要没招了 那他打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或是每一天发言的内容 甚至脸书 他的触及率 他的讨论度都远远不及 现在好像战场 全部都拉回台北市了 确实是 就是我先前就讲过 其实实际上呢 受伤的林志坚 坦白讲呢 是比健康的这个郑韵鹏 还要来的厉害的 本来民进党在整个北台湾 他要下的一盘歧视 他大概也知道说陈时中 因为他没有选举经验 第一个再加上他的防疫过程 其实对台北人来讲 是非常不舒服 他是仇恨值最高的候选人 所以民进党本来的算盘 是要用桃园来带动整个北台湾 北北基逃犯 一个会做事连线之类之类的 就由林志坚 他是一个已经当过了 两次新竹市长的代表 然后很清新 然后很年轻 然后他现在来参选桃园 然后带着陈时中 跟其他所有的人共同作战 他们想要打这张牌 可问题是当小智这张牌掉了之后 郑运鹏是接不起来的 如果郑运鹏这么强的话 早就让郑运鹏出来选不就好了吗 因为他跟他们又没有 这种派系之间的这个问题 又没有谁跟谁不合 或是故意要排挤谁的问题 没有嘛 所以如果郑运鹏够强的话 不需要作为小智的这个接班人 那但是现在看起来是 这个本来的局已经破掉了 而郑运鹏接不起来 所以郑运鹏他一直讲说 他是要来扩大领先的 可是 其坦白讲 当郑保卿委员出来选之后 他不仅是本来就落后 他并没有领先 他可能还会慢慢的就被超车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郑保卿委员他代表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就是民进党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现在在问这个问题 民进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党 我们认知的民进党 是现在的这个民进党吗 还是民进党变了 那我觉得他们开除郑保卿委员 这件事情就让大家感觉到 民进党变了 说真的 郑保卿委员他就是那种 我自己从国民党的角度看 就是那种勾矣很勾矣 然后在对在地的乡亲服务很热情 也很努力 然后一直一步一脚印的在走 然后他们当时这个创党 老民进党的时候 他们争取的是什么 就是民主自由 然后呢这个让大家都有自由的权利 追求郑南荣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可是你看到现在 这些公开透明这些言论自由 现在民进党执政以后 完全变了一个样 变成怎样 数位中介服务法想强推 然后呢什么东西都要保密保存30年 蔡英文的论文深等论文不能看 我们的高端的疫苗采购资料 然后跟效益报告不能看 连诚实中的竞选团队名单都不能看 什么东西都不给你看 民进党的价值已经变掉了 再来要讲的一个就是说呢 民进党他们以前是对于 所谓的栗战功很重要 像政委员他一直在桃园经营 为什么 对于民进党是重要 是因为一直不断的经营 你要想喔 过去国民党常被人家诟病什么 每次哪边有一个政治的位置 你就过去选个局 选完拍拍屁股走人 很多人在骂国民党这件事情 相对的民进党被大家称赞的是什么 就是很多像郑宝卿委员这样子的人 他出生在地他就服务基层服务在他 他不走的 他一直拼下去的 跟相亲是有感情的 这是民进党当初能够起家 然后现在能够执政的原因 可当他们拿到权力之后 全部没有了 现在你看陈时中的竞选团队里面 为什么大家会骂说很多正二代 因为以前你们讲战功 你们不讲那些二代的 你们让一般的年轻人也有机会 只要你有战功 可是现在你们好像背娃娃一样 要保护那些正二代的小娃娃小婴儿 但是像委员这样子的人 最能够代表原初最原汁原味 最纯粹民进党的人 现在民进党大刀一砍 要把人家去开除 所以我觉得很多在桃园也好 甚至在其他地方的民进党人 老民进党人 真的保有那种创党精神的人 他也会看不下去 他也会觉得与其投给 说看过好多次论文 小智绝对没问题的郑育鹏 那为什么不投给 会说实话的郑宝庆 他也是我们民进党 还常看到啊在选区 对不对 所以他代表一个郑绿军 而且这个郑是郑到怎么样 就是创党的郑 所以民进党最原初的价值 现在被这一群 已经占据高官职位的 这些民进党的人亲手毁灭 而原初的价值也要被他们 当成是眼中钉 当成是乌鸦 那这一股气 我觉得一旦发出来以后 对郑育鹏而言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对 那我们刚好在小新议员讲完之后 我们同时也要感谢 小新议员的抖内 这也是蛮罕见 但是小新议员他抖内 是说假账号走开才是真的 有种就来用抖内攻击 这件事情在过去 其实也大概只有凯翔哥 曾经做过这件事 好啦我们等一下通告费 再把那七鼠快加回来好不好 那当然这个保鑫委员 刚刚提到的是不管郑育鹏最新说法 到底是谁高官做久了 有怎么样的嘴脸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份民调 那这一份是雅虎的网络民调 看好张善政拿下市长宝座的民众 大概是高达45.6% 不过这份民调里面 有一个更好笑的地方就是 您跟郑育鹏委员 已经追到只剩下一个百分点 那不只是跟当时郑文餐拿给 声称有拿给你看的那个一成 相聚甚远以外 另外其实也有很多人 像是62%的民众 这个是一个YouTuber 他在网络上举办了一个这个票选 那如果桃园选行 就算三打一 郑育鹏也会赢吗 居然有62%的民众认为 郑育鹏得票会是在里头是垫底的 您怎么看 这个当然这些民调都是因为网络的做的 所以当然都是做参考 在整个这个民调里面 我可以讲说我大概宣布 登记参选了现在只有一个礼拜时间 但是我的民调看起来是很稳定的向前 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要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对抗一个政党 尤其是执政的政党 那是相当辛苦的 所以现在你看我这个 从要参显到现在 不停的有抹黑我扭曲我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名嘴电视都一样 就不停的抹黑我 就是说不肯讲实话就是修理我 给我戴红帽子 那么所以要去对抗一个这么大的集团 我相信这个都是相当困难 当然我们知道从政就是我们 黄信介前辈最常说的 如果我们是要去走路 不用怕去抹黑 如果我们是要插政党 不用怕去抹黑 就是不要怕黑人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很多支持我的朋友现在都收手 为什么因为开始被查水表 被查水表 那像我们借场地 一个月前告诉我们没问题 四五天没有问题 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要开始办活动的时候 前五天告诉我们说不能借你 那问他说为什么 他也讲不出所以然 就公文给你说不能借你 所以我们就面对很大的打击跟困难 那么只要是要帮我的人 大概都会得到很多的威胁或者利用 那么我们都知道一定会发生 毕竟这个事情说真的在我 我已经是发生第二次了 以前没有民进党的时候 我是淘汰党外联议会长 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 民进党是叫做民差党 或者写报纸登说差进党 那民进党不可以登出来 要写差进党 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 说我们是共产党 或者共产党同路人野心分子 破坏社会安定 这是背骨的 大概那个声音那时候就是一样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 一样的声音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这一战一定要牺牲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要留下民主的火苗 刚刚提到讲说 民党本来要求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那么现在那时候 这个数位中介法出来以后 郑英鵬还说 那个对人民没有影响 我就想起说 我们当初在对抗国民党这个 这个戒严法的时候 特别提到国民党说 那个戒严对人民没有影响 你不要这么care 你看38年的戒严 也是被打破掉 所以我们看到 说法都一样 统治的方式也一样 让人家很心寒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都来检讨一下 我们真的期待所有政党 都要追求民主自由 法治人前 那么才是我们 对抗中国最大的力量 那有了青年勤政爱相读 也是台湾所有政党立足的根本 你不爱台湾你要爱哪里 所以我现在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也呼吁所有的政党 都能够回到这个核心价值上面 我相信对台湾的未来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们的牺牲 希望能够留下民主的火苗 希望能够留下民主的火种 感谢我们的网友YouTube Stupid 他的这个抖内 他说巧心议员抖内 其实要把这个假巧心给起死 真的是很厉害的高招 那当然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政保亲委员他要借一些场地办活动 什么这么困难呢 当然是因为这个资源 还是挟在市府的手中 他们比较好掌握嘛 那再等一下进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请严教授 帮我们看一下关于这财政的问题 当然郑文燦引以为傲说 桃园市的债务余额 从103年的262亿元 截至这个今年的7月底 降低到了240亿元 升隔8年减债22亿元 他也告诉你说 目前我们桃园市的债务余额呢 跟人均的负债都叫做六都最低 那当然是郑文燦的说法 不过被讲到的就像是这个 林涛他也挖出来 还要选桃园市 他说郑文燦至今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大概是桃园市府这一次调度金 比以往多了近三倍 他用调度金 那往年大约是200多亿 这次竟然达到了588亿 然而这桃园市的统筹分配款 也才只有236亿 中间落差的300多亿的钱 最终还是一样嘛 回购到源头 就是要举债之印 那也许你现在看不出来有这样的举债 但接下来人民还是要承担 但没关系 这门菜的届时都已经卸任了 桃园市目前的账面债务240亿 如果你再把我们刚刚讲到 调度金跟统筹分配款加进来的话 负债高达592亿 这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刚刚负债的问题 但是严教授 其实你看这套 其实就跟我们国家也是一样嘛 我们不断在跟人家买军购的时候 看起来表面上好像账面都没有增加多少 但是我们是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 其实在最后 瞎下来还是一样债留子孙呢 当然这特别预算是这个政府掩盖它 有的地方财政不足的时候 他碰到一个大的事情 他需要用钱的时候 他说我们其实有特别预算 但是其实就是债留子孙 那另外的我觉得这些巧例明目 不同的明目 就是等于是说 把这个钱的这个债放在另外一边 我觉得这个是会计手法 有一点点类似我们过去在抗议期间 叫做校正回归一样 有点类似这种就是玩数字游戏 那我觉得今天台湾从民主走向民粹 为了办一些活动讨好选民 或者是说照顾他的支持者 这样的花费 其实是很多是 并不是符合我觉得一个治理的一个观念 治理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 我不太喜欢谈民主不民主 我喜欢谈治理 就是你到底治理的好不好 那在这方面来讲 那郑文燦今天花这个多多钱 会去等于是把这些 我们讲条哈卡都照顾得很好 那大家好像看起来是还不错 可是事实上其实是债留子孙 而且是有很多不必要的浪费 我就这么讲 因为我自己做非洲政治研究 我看到我们讲的最多的 就是很多的这些公共建设 公共设施 他们叫做白像 白像的意思就是说 泰国的国王送给一个大臣 一个白色的像 那很稀有 所以大臣领到这个像 觉得受到了大王的宠爱之后 他要好好照顾 后来发现这只像吃好多 实在是养不起 但是也不能送人 因为这是王给的 那我觉得这种建设 就有点类似 我们叫做大像 白像就是说放在那里 可能不一定能够收到 该有的效益 但是呢 你全照顾到了那些该有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现在台湾民主政治里头 一个比较需要好好来去思想一下 那选民也要想清楚 就是说今天我看了一个 其实没有必要的一个活动办了 那其实那个债是 留给我的子孙的 而不是说我今天看了以后 觉得说好像 我的邻居有受到好处 或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应该 从这个角度去想 那刚刚建保新委员 你提到那个借场地的事情 就不禁让我想到另外一个 跟场地也有相关的 好当然今年中秋节你知道吗 在台北市的河滨公园 是不开放烤肉的 那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记得去年 应该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不能开放烤肉 不过当然这个周玉寇呢 他就大做文章了 他就说根本就是为了凸显 疫情现在是不是很严峻 你这很明显的就是 李柯文哲 故意要给陈时中压力 也李秉颖这时候 当然又跳出来了唱和 比起户外烤肉捷运和百货公司 群聚拥挤的程度还比较高 这一连串就让我想要 还有那个包含陈信安的那一季 就是到了现场 发现只能观摩看球 这也要怪柯文哲 黑翔哥 你要问我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是蛮无聊的啦 说实在的 我觉得柯文哲这个措施 我也没有完全赞成 因为确实李宾讲这件事情 没错啊 现在台湾到处都可以吃饭 我跟隔壁桌 我昨天晚上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其实就是 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没有位子 所以我就跟一个 不认识的人并桌 我们两个口罩拿掉之后 也是距离很近 在各自吃自己的面啊 那这个有比外面烤肉危险嘛 烤肉可能还是朋友相揪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动作 它不是一个完全 为了防疫需求的 只是今年要选举 没有一个首长愿意去 如果真的来了一波疫情 大家都知道 会来一波疫情 可是如果你烤肉 人家之后会怪你说 你这个都是你这样 都是你开放的啊 所以我觉得 它是一个政治上面 选举上面的一个危机处理 它并不是一个真的防疫政策 其实我刚刚还想帮 我想要补充一下 颜教授刚刚讲这个 这个负债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我昨天 刚好跟这个牛许婷 然后呢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我可以跟大家 报告一些 比较详细的数字 陈文燦在刚刚接 这个也许 郑保新委员比我更清楚 郑文燦在2015年 刚刚接这个 这个桃圆市长的时候 他第一个编的 这个会计年度的时候呢 那时候桃圆的总负债 是360亿啊 然后呢桃圆的 应该说一个政府的债务 可以分三大项 第一项是长短债嘛 长短债 在自长性负债 然后再来就是基金啊 就可能很多基金啊 然后呢它是一种 弹性调度的经费 那狭义的债 就像郑文燦现在在讲的 那个狭义的债 就是在这个 政府预算书里面会看到的 预算决算里面看到的 就是长短债 长短债 然后这个是最狭义的 但广义的来说 包括了像是这个 长短债之外 还有你的自长性负债 什么自长性负债呢 就是你今天要盖一个捷运 然后盖和捷运将来 可能会收到票钱啊 然后他就说 这是可以有营收的 所以它叫自长性负债 然后再加上说 这个政府可能会有 设定很多基金会啊 或设定很多基金啊 然后那个钱 基本上政府也可以运用 但它不会在 这个收支决算书上面 呈现说是一个狭义的债 但是加起来都是政府的钱啊 都是人民纳税钱去提供的 去组成的这样的财务结构 那郑文燦就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什么意思呢 他只跟你讲长短债 他不跟你讲这三类加起来 桃园市政府现在已经 已经负债超过将近1500亿啦 那他玩了个什么游戏呢 刚讲的2015年 他第一个会计年度的时候 那时候桃园总负债 就是这三项 广义的加起来 也不过负债360亿 然后呢 狭义的长短债 是负债216亿 结果郑文燦在他任内呢 一路一路花一路花 花到了2019年的时候 长短债 就是在预算书上会看到的 已经达到490亿了 490亿 从216亿到490亿 成长了将近2.5倍 2.5倍了 然后结果呢 他老兄开始玩什么游戏 他老兄开始玩一个 乾坤大挪移的游戏 他开始用那个不会 不是就是 就是这弹性运用的基金 拿过来取代这些政府 要举债支出的那些 那些支出 所以呢 怎么意思呢 他就等于是把那个 你看不到的 或是说他不算是一个 就是很狭义的这个债务的定义的 那笔基金 拿过来去还 去还这个你看不到的这个债务 所以呢 从这个490亿的巅峰之后呢 又一路往下降 今年他说是240亿 但是同时间呢 同时间呢 那个基金已经欠到588亿了 那个在郑文燦 郑文燦上任的时候 是只有负债144亿的 陶渊市政府各样基金 现在是588亿 他就跟你玩的是一个障眼法 你看 预算数打开来 猜猜猜猜 还了那么多钱 但他其实是从政府 陶渊市政府的东墙 挖下来做补西墙的 很多政府都来跟你玩这个 连中央政府都来跟你玩这一招 所以我觉得民众有时候 对这当然听起来有点复杂 我也是花一段时间研究才搞懂 可是所有政客 都来跟你讲这种话术 我愿意帮我们补充一下吗 我想郑文燦讲的是 一部分的真话 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 你知道的真相 不是事实的真相 他只是告诉你说 我的长短债 这希望有减少 实际上他就不停地在各局处 成立了所谓的基金 基金就是我政府 放了20% 就是比如说放200亿 我就可以去外面借800亿 我放了20亿就可以借80亿 这个你通通看不到 通通看不到 所以他只是告诉你说 我欠家多少钱那是假的 那只是一部分真相 所以圣经里面讲得真好 是你就说是 不是你就说不是 你多的话都是从恶理来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只是用欺瞒的手法 把政府的负债让你看不到 放到基金里面去 应该是把所有基金的负债 跟政府的长短债 一起拿出来做统计 要不然你的财政局长 为什么要讲说 心里是1500亿 你那个1500亿 从哪里来嘛 就表示说他加起来 是1500亿 所以他讲心里的债 当然这个自偿性基金是一个未来 你现在看不到 所以他借钱之后花掉了 以后还是子孙要负担的 债留子孙 所以这样加上去之后 到时候桃园 会不会是负债第一名 对 当然是这样 那我想我有能力 去把这些负债 应该还没有超过高雄 还是高雄比较快 高雄还是真暖 所以暖才是第一名 OK 但是这个巧思议员 无论刚刚讲的是 撒喀都也好 或是桃园 当然是四喀都的状况 那我们明镜讲到多有自信 但是终归还是回归到了 如果到主战场 现在蓝绿白都聚焦的北市的话 现在看到一个现象 我们刚刚不提到说 这个免治马桶的消息呢 其实对于黄珊珊 他的里面收割是最多的 柯建民他想要为了 让这个沈慧宏 跟黄珊珊这两个名字 挂钩在一起 不过也意外的让 是不是北市的选局 他们现在想要挂说 黄珊珊是偏绿的 当然蔡正元这边 他也想要讲说 你过去这个黄珊珊 你跟小英也是相关的 他说小英的好女孩 肥水不落小英外的田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气宝效应 已经提早开始大了 主要是因为蔡正元委员 她是内湖的立法委员出身 这是非常重要 由她出来讲 因为她是内湖的立法委员 然后呢 黄珊珊她也是这个出生 是在内湖南港嘛 所以说他们应该在地方上面 以前就常常碰头 所以他们对于所谓的 尤其是内湖南港区 对于2016的那一年就是 大家还记得吗 就高嘉瑜 他有冲去就是民进党部 然后去抗议说 抗议冲去小英出来 中常会 还被人家这样几乎是拍肩 说好了啦 好了啦 那是什么事情 那就是因为民进党在 他其实也是一个初选的问题 跟我们保卿委员的处境有点像 就是因为高嘉瑜认为在2016年的时候 明明我的民调比黄珊珊高 我是民进党的 那为什么我们在内湖南港 要直接礼让黄珊珊 然后不做一个初选 如果说我黄珊珊跟这个黄珊珊高嘉 一起初选 那我高嘉瑜输了我也认了 可是那一年2016年是没收初选 直接礼让 那礼让的人其实除了黄珊珊之外 还有一些像是李庆元一些亲民党籍 在2016年他确实 不管你们现在怎么看黄珊珊 但他确实在2016年那一次亲民党 包括黄珊珊本人 是跟民进党合作的 所以其实蔡振元他讲的 从2016年来说的话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也是会谈到了一些 国民党人里面心里的痛 因为会觉得就是说 2016年国民党大败的 那个历史记忆又回复出来 那这个效果有多大 我觉得可能会在 比较资深的国民党员里面 会加深了他们一定要支持蔣万 不能分裂这样子的决心 是有帮助的 可是如果讲到 比较年轻的选民的话 其实说真的 我刚刚讲的这一段 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记了 或是没有印象了 所以对他们而言 就不会有影响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些所谓打说 当时2016年绿跟亲民党 合作的这一部分 你不能说他没有效果 对某些人来说 绝对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我们谈到 年轻选民的话 其实大家好像 没有这么在乎 因为现在的人会觉得说 所谓的正常 政党忠诚度的重要性 好像没有像以前 这么来的高 有对年轻人而言 因为年轻人也没有什么 政党一定的倾向嘛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我也是有时候投国民党 有时候投这个 有时候投那个 我也是这样看喜欢谁 就投谁 所以他就不会认为说 黄珊珊必须要怎样 我觉得要把这两个族群分开来看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黄珊珊她的正面会最高 其实某种程度是因为 她被在这一波免制马桶 或者说被比较少提到 就是说这个网路的 大家以后看网路的民调 或网路的好感度的时候 要记得一件事情是 像我本人的好感度就不高 我本人恶感度一定超低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碰到争议题目 你只要碰到争议题目 你在网路上面的恶感度 就会有一定的比例 因为你会跟人家战嘛 你会跟对方对战嘛 对方会骂你 你会骂他嘛 有冲突的时候 好感度就不会高 所以好感度最高的 通常是什么人 没有人在乎的人 没有人在乎的人 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些 比如说政治人物 他会去宣传度 说我好感度最高 通常那个人民调超低 光是 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调诡 会讲这个话的人就很讨人厌 对你是真的有 前一阵子也都会出现说 某某人是好感度最高 那通常他声量最低 你声量高的时候好感度 就通常不会再往上飙升 对所以这个TPOC 把大家看看就好 那但是我也没说 黄珊珊没有竞争力 我不是因为看不起人家 才这样讲 我讲的是这个事件而言 他比较是属于蓝绿对决的感觉 就算讲完他可能也没多说什么 可是整体而言 就是国民党攻嘛 整个国民党的这个战队攻嘛 然后呢 陈时中守嘛 所以在这一波里面 因为有打出一个蓝绿对决的氛围 那黄珊珊他当然他可能在 好感度的部分就反而会提升 因为蓝绿对决 对 那其实在最后一点点时间 有一个国际的题目 特别想请我们的严教授 帮我们来解析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今年蔡英文 已经接待了第七团 来自美国的议员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光是在军演 大陆对台军演之后 已经今天来的是第六团 美国的跨党派议员了 不过同步 其实在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 他也提到 台湾政策法案部分内容 让人感到担忧 不过苏利文 当然也投下了一个震撼 但他说 就算这个习拜会 在11月如果真的会出现的话 他也不预期 两个人会达成任何的重大协议 你怎么看 我想我之前有在节目提过 就是说如果今天议员要来 是不是可以请他们带疫苗来 我看起来他们没有带来 但是这八位众议员 说老实话 这个领头的Murphy 他自己今年做完就不做了 所以到底以后还有什么影响力 我们不知道 但是确实这八位 四位是所谓的国防委员会的 三位是外交委员会 一位是国土安全 所以都和安全外交上面有关的 所以这个看起来可能会跟台湾 要讨论一些情之交换 安全方面的议题 这是确实的 虽然AIT说他们会谈什么经贸 我不认为会有什么经贸的议题 而且这个其中大概有四位 四五位都是2021年才又上任的 三位是新手 两位是就是过去做过再重新来 所以看起来只有一位 真的是比较重量级一些 那是从南卡来的 这个共和党的叫做副党边 那其他的 而且他们来的原因是因为 大部分只有一位 地外一位不选了 那六位都是来自于安全选区 就是他11月要选 可是他根本稳的 所以他根本可以出来走一趟 那只有一位我不知道 他是什么个人原因 他是五五波的选区 但是其他的都是安全选区 稳当选的 所以他们可以出来 所以他们来 我觉得这一次感觉上面 就没有像佩洛西 甚至是我们讲说 马基议员也好 或者说是Blackburn 参议员也好 好像前面的公告 并没有这么 好像大肆宣传 而是到了以后 好像我们才开始做 那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可以看出来 他们会有一些考量 就是说不需要再做那么大的 就是说虽然要来 要来趁台湾的温度 可是也不希望再跟中共 引起太多的冲突 那苏立文讲的话 我觉得也是确实 就是说今天台湾政策法里头 他觉得有一些可能还不错 但有一些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参议院好像技术性的 现在暂时不投票 那即使投票完 我也不知道行政部门 会不会去执行 因为国会的看法 跟行政部门看法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就是说 苏立文预告说 即使今天有拜席会 在APEC也好 或者是在G-20的训练上面 大概也不会有什么进展 因为拜登讲的话就很明显 大家问他 他说我会在那边看到他 see him 不是me him 所以这个有差别 所以说看到了 可能打个招呼 点个头 可能一个coffee break的时候 10分钟都在旁边讲两句话 但是没有一个特别分开的 譬如说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两个人的面对面的谈话 不一定会有 因为他讲的是 用的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苏立文也在打预防针 就说不要期待两个人 在11月份见面的时候 会有什么大的突破了 那如果真的在9月15 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 是应该会跟普丁来进行会面 那这讨论的程度 应该就会不一样了 我觉得当然会不一样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代表习近平能够在20大 之前一个月还敢出国 就表示他人事布局都很稳定 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普丁还蛮有争议的 我们讲说 算是被国际当间 大家很多人要避开的人 但是习近平还是跟他见 然后但是呢 这个场合不一样 因为是上和组织的场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他们一个组织性的 就是会碰面 而且你今天不在上和组织碰面 你未来还是要在G20碰面 或者是APAC还是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看出来就是说 北京跟莫斯科都在面对 美国的这样子围堵战队 美国在抓他的盟友战队 那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也在集结他们的盟友 大概以中亚这个地区 大新闻大爆卦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卦 海黄鲍鱼干贝XO醬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 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喔 MING PAO TORONTO